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单元的学习任务 是学习剑人气功一金金 那么今天的任务呢 课的内容主要是讲讲一金金的流源 变化发展的过程 以及它的动作特点和吸领要领 然后这节课让大家完整的了解 一金金的整个动作的完整的概念 待会儿由我讲完了理论之后 由我跟大家把一金金的群套动作作为演示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一金金的名称 由来 它的发展 以及它的动作特点和技术要领 现在大家都有 以周为金格 以中金为基准 相当努力 对心撤开一点 好 都有 原地 坐下 这个单元我们要学习的是 健身气功一金金 为什么我要加上健身气功呢 健身气功是一个既古老 又新颖的传统的健身项目 从96年以后 国家为了规范 这个健身气功的管理 把整个社会上开展的气功 所有的活动成为社会气功 社会气功里边包括 划成两个范围 一个呢 是叫健身气功 就是在外边所开展的 所有的健身活动 练习的气功 这个在管理上 划归为当时的国家体委来管理 就是我们现在 要马上学习的健身气功一金金 它属于健身气功的范围 那么从管理上 把在医疗场所 构成医疗行为的气功 统称为医疗气功 这个当时划归为卫生部 来进行管理的 整个加起来 都应该叫气功的范围 那么划归之后 对健身气功也加以了界定 什么叫健身气功呢 健身气功是以自身的形体活动 呼吸吐辣和心理调节 为主要运动形式的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健身气功从化归管理之后 2001年国家成立了 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就是对整个健身气功范围 进行管理 那个管理之后 因为当时社会上开展的气功 都比较多 也比较乱 管理上很混乱 国家管理的部门也很多 所以以致资深了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借用气功的这种晋身效果 免财 甚至干了一些违反科学的反社会的 甚至是反人类的有些活动 这个弄得很乱 国家一度对健身气功这边的管理 就是管理还不是太规范 那么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成立之后 为了把招呼去掉 取其精华 就对传统气功加以研究 2002年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向全国 所有的科研单位 中医院校和普通高校 进行招标 招标投标 这个在传统气功的基础之上 来创编 符合现代理念的 具有传承的 是吧 科学的 把传承功法进行科学的研究 重新编创 适合于广大人民群众席练的一种方法 那这也是符合中央 这个新时期体育发展的思路 武汉体育学院就根据招标精神 我们就禁聘了 这个健身气功一金金的 这个兵创的投标 在20多个单位中间 我们获批了 对健身气功一金金 进行创编研究 一金金在我们国家 是个流传非常广泛 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工法 它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这一块 应该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一金金这个传说非常多 这个流派也比较多 应该黄市熊市 少林的什么武当的 都有一金金 到底这个一金金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们以前的教学中间 也用过一些民进的一些东西 进行教学过 我们又感觉到在教学过程中 它有非常精华的部分 也有一些糟粕的部分 需要进行创编 从理论上到工法上 比如说 这个需要革新的 你看少林的一金金 广市少林寺的一金金 它都有很多种 我们创编的时候 邀请了全国 几乎是所有一金金的传人 我们都请到武当山 开了好几天的会议 让每一家都上来表演 就你的一金金 你的长处是什么 你的金点是什么 你的理论是什么 包括少林寺拿出来的 几套一金金工法 它那个工法之间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感觉到 第一是要规范 第二是要符合现代人的 这种习令的要求 和我们的需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进行了创编 要进行创编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流言 关于一金的流言 是有传说的 有记载的 流传的比较广的 第一个就是少林禅宗出祖 达摩传的一金金 这个传的传说中心是最广的 第二个传说呢 就是岳飞 看我的时候 有一个和尚 献给了这个 留稿的一个稿子 是吧 一金金的传本 这个流传更多的 还是达摩所创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大量的这个文信记载 这个一金金啊 他源于中国秦汉时期的 这个方先道 就是方家 现在分化为现在的 后来的中医啊 什么方家 方氏 方术 方家 仙家 中国秦汉时期的仙家 修仙的 那就是修佛 修仙的仙家 道家 道家不是现在的道教 是道家 源于秦汉时期的 养生的这一块 方先道 他们最后 也是我们国家 这个古代科技的新型者 那么这个一直流传之后 为汉代那个时候的养生家 所必须 到汉代的时候 比如说像马王队出土的 紧箔 上面的那个导引树啊 里边都有很多 很像一金金的 很多动作 像 吊尾式 那在上面能够找得着 那个非常形象的动作 说明呢 从汉代 唐代 这个宋朝 这个一金金已经形成了原了 现在目前我们查到的一金金最早的本子 应该是在清代 它已经就流传于世了 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呢 一金金不是一个外来品 最后的 最后很多的结论 就是听台的 这个叫子梨的道人 我专门去考察过 那个地方 的确有个叫子梨村 那个道人在道家这一块 道家这一块呢 他也是很有名气的 他 把一金金 假借达摩 用达摩之名呢 在那个年代 这个用借名来发表自己的那种文章 或者是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因为达摩当时很有名气 是吧 因为他的名气没他大嘛 所以呢 他借用了这个达摩之名 脱名 未脱达摩 撰写的一金金 从我们现在的一金金的古本上 在原著上来看 一金金它是一个系统 它有内壮 有默论 它修类修爱的 那同时 它同时呢 它也有很多的功法 我们现在说的一金金啊 只是一金金中金的一个功法 叫一金金十二式 这也是流传的最广的 在近身强身 这个方面 它有它得到的一些作用 那么这个中间呢 它还有那个令硬气功能 令抗打的 它里边呢 有些中药的用法 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分析 是印度的科学 古医学 也是四大古文明科学之一 现在这个印度医学 已经没有了 唯独传言来 是我们中医 在这个里边 我们看出很多问题 为什么说 它不是一个外来品呢 它里边那个药商啊 就是 这活血化瘤 令硬工 是要进行排打的 它用的那药 我们一看 全是中药 它印度有印度的药 它这个配方 配物 都是用的中药 而且里边有很多的技术 技术来看呢 它这个不是一个外来品 源于中国 秦汉时期的方行道 那为什么又少林寺 跟这个一金经 有很多的关系 一说一金经 大家就会想到 少林一金经 实际上少林存在的一金经啊 是有原因的 我们也考证了 这个禅宗啊 它是不以文字 不利文字的 禅宗它是打坐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 就是达摩到少林寺那个年代 少林寺那个地方 是非常荒芜的 也经常有匪患 所以少林寺僧人 他也令令武术 他也看家护院 这个禅宗是打坐为主的 这九座叫气质血淤 那么这个一金传到少林寺之后呢 为僧人所必息 他是用来健身的 那作为令武的一种基础功夫来练的 所以尽管不是达摩所畅 我们的结论 他也是为这个 这个一金金的发展 这个是做出了贡献的 这是对一金金的这个总体上的一个介绍 那什么叫一金金呢 一金金什么意思 是吧 什么叫一金金 那个义字啊 它有多种解释 它有一个容易的意思 很简单 容易 第二个呢 它有一种和乐 就是强和的和 愉悦的乐 有和乐 叫平义 平义近人 它就很和乐 这种和乐 在气力上 在健身上 在中国的气功上的解释呢 它能调和音一样的意思 和乐内在之气 和乐自己的气血平衡 它有这样的意思 还有一种 意的意思 有一种 变幻 交换 变化 转换 这意还有这样的一种意思 所以这个一金金啊 在这边用的是变化 和乐 这一金金原著说 是吧 这个义啊 来阴阳之一 这是变化阴阳的 大到天地之变 大到气血之变 小时候一生下来 就从出生啊 人的体质强弱 它是不一样的 把弱的 把意志以强 把那个印的意志以软 这个也贯穿了中国 这个导音养生的思想 叫导气啊 叫令和 和就是平衡阴阳 调节自己自身的平衡 倒气令和 让阴阳在体内平衡 我们这个 从传统科学上讲 我们做养生也好 还是锻炼也好 它的最终目的 它是调和阴阳的 达到气血平衡的 这是意义的意思 那么筋是什么呢 筋就是指的皮肉筋骨 但安逸晋晋的说法 就是真皮之下 骨末之外 无处非筋 无处非落 就是讲的是筋骨 筋 用中医来分析 用现代解构学来解释 它无非就是神筋啊 血管啊 筋膜啊 对吧 肌腱啊 肌肉啊 无非含的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中国的筋骨 用现代仪器 还没有解决 这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上 有什么筋骨 但是筋骨在活体上是存在的 比如说扎针 它能够迎着一定的信用来进行传导 传导的头进 既不是神经 也不是血管 那这个筋骨到底是什么东西 活体上存在 这个一旦生命没有了 那个筋骨也就随之消失了 是活体上的 那么筋是什么意思呢 筋 用筋顶 或者是方法 那么完成起来看 那么一筋鲸呢 它是一种 用来合跃 调和人体 阴阳 通过筋鲁锻锻炼 达到人体健康的一种锻炼方法 那么一筋鲸呢 它锻炼还的确跟其他的 对于现代体育锻炼呢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 我待会要表演 大家要看的 看着动作非常的柔软 但是做下来以后啊 它也是非常的有锻炼价值的 它也一样的 那么静静的做 什么那么柔和柔软的练习 一样的能做的那一身汗 一样的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 我曾经啊 在奥运会的科学论文报告会上 我跟这个很多的体育界的科学工作者 我跟他们做过一次报告 我说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种 无数次强烈心跳换来的 所谓寻波徐环 达到人体健康 我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种 用我们柔软的 优美的 轻松的 放松的一种锻炼方式 同样能够达到死人体健康 尽美 承受目的的一种锻炼方式 它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传统的一种精神方式 它叫健身气功 这个从锻炼的目的上来讲 那现代体育跟这个传统的这个体育 它有很大的区别 它现代体育是用强烈的肌肉运动 操作神经血管的这个迅速的 这个因为它的复养的要求 会让呼吸加快 使心跳加强 增加这个美波每分的输出量 最后达到心事 增后肌肉力量加强 这样是一种锻炼方式 但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这个锻炼意识 它不一样的 它叫养生 叫保 叫养 叫修 它是用一种另外的 一种静静的 不用强烈心跳 同样能够达到保健目的这种锻炼方式 它更注重于这个天地 人体内在的这个协调 通过自己的呼吸 和意识的运用 内在地进行身体的调整 它跟现代的体育锻炼 不是完全是一样的 它这个锻炼的方式 它出发点都不太一样的 那么易经经呢 它有它的锻炼特点 在所有的功法里面 它有它自身的锻炼特点 它第一个特点 它要动作舒展 非常舒展 撑筋把骨 它的动作很舒展的 大方 撑筋把骨 把每个关节都撑开 轻拉 操伸肌肉轻拉 根据我们国家古艺学记载 那叫金长一寸 承受十年 通过撑筋 你是能达到锻炼目的的 这个健身气功一金经里面 它特别强调 要撑筋把骨 每个关节都撑开 它不是一种被动的撑 它是让你用记住自身的动作 舒展大方的动作 那么肌肉肌筋 能够把它撑开 第二个特点呢 柔和 匀称 古朴大方 每个动作 它不是看着都是很僵硬的 每个动作之间 它都是讲究的这种柔软 匀称 包括每个动作之间的转换 它都是非常柔和的 这个中间的变化 它就暗藏着 这个阴阳之间的变化 这个阴阳啊 它是有规律的 阴阳是对立的 没有阴就没有阳 阴阳它是绝对是对立的 但阴阳呢 它又是互为根的 没有阴哪来阳啊 没有阳 无阳无以为阴嘛 孤阴不长 孤阳不生 阴阳是 是肖长的 此肖彼长 大家可能 都看过那个太极图 是吧 这个最小的那个鱼尾巴 就对着另外那个鱼的鱼头 阳肖就阴长 阴长就阳肖 那么人体的气血 也是一样 在阴阴中间这一点 它表现得非常的充分 比如说有的动作 像称筋八骨 要称开的 这个要把每个骨节都要求 把它称开的 如果是称为阳的话 那么放松就是阴啊 如果称得那么大 它称开了 然后你突然就放松 阴阳就断掉 那么为了不让它断掉 称得用力 用最大的时候 那要把它放松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逐渐的放松 不能一下松 一下松掉 那阴阳就断掉了 不护为根了 它不是不服从于这个 消长的规律 那怎么办呢 它里边动作很细的 它让它轻轻的 让关节放一下 让金家骨 王磊 一收 这个手就松了 这样松下来是慢慢的 它是一种 由阳转到阴的一种 慢慢的进刺的过程 再一个阴阳是可以转换的 阴阳它不是绝对的 现在白天为阳 到了晚上就数阴了 它阴阳又是可以转换的 相互可以转换的 转换的过程是一个消长 此消彼长的过程 现在白天不能马上一下子 就是晚上 慢慢的阳气消退 阴气谨声 所以第二个特点 叫柔和 匀称 柔和是指着自己 内在的变化的柔和 然后动作设计上 两边它都是对称的 做的动作 所有的动作都是对称的 动作不花里胡哨 没有多少花里胡哨的动作 古朴 大方 第三个特点 一斤斤 它注重于脊柱的锻炼 大家都知道 按照这个生物进化 人都是从古人员变来的 古人员从爬行到直立 人体器官上 受压力最大的一个器官 是哪个地方 脊柱 脊柱 在人体中间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维持人体的直立 它还是周围身经的主要器官之一 那人类从爬行 那脊柱它是不受力的 那从爬行到站立 是人体的直立 这个脊柱是 有非常大的压力的 所以现在脊柱医学 发展也挺快 有很多疾病 通过脊柱的诊担治疗 就能达到这个 治病的效果 那么我们在疫情中间 这个脊柱平时 我们特别是现代人 做办公室 或者是一定的劳动强度 可能造成一些脊柱的疾病 比如说典型的 像颈椎病 腰椎病 腰疼 颈椎疼 这就是由于脊柱操成的 脊柱操成生病之后 它可以影响到 产生其他的 并发的一些疾病 所以在这个中间 我们特别的研究了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对脊柱的 曲 伸 循 转 包括侧曲 特别是对颈椎的要求 和腰椎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包括抖动的动作 这脊柱它就能 能把脊柱能够 能够涮着着 做好了这个动作 这个脊柱把它涮一下 没有哪个工法 和现代的体育锻炼 能够有把脊柱 有这么高的要求的 特别是 像在做吊尾式 在做这个吊尾式 要求脊柱在 轻驱的情况下 做这种同向的侧驱 本来脊柱已经向前了 这叫驱了 然后在驱的前提下 它要求做 臀部跟头 做同向的侧驱 这个对脊柱的活动量 活动能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现代的体育项目里边 不可能拿着脊柱 来做这样的运动 刚开始很多人学习进京 可能感觉到做动作不太协调 因为它锻炼的地方 那种小肌肉群 是你平时打球干嘛 锻炼不到的地方 所以你刚开始练的时候 老是感觉到不是很协调 不好做 因为那个肌肉 它没得到锻炼 这个小肌肉群的锻炼 和脊柱的锻炼 也是我们一斤筋的 它的主要的特点之一 再一个 从气血上来讲 第四个特点 一斤筋它用的开壁心气 利通气血的一种方式 从气血的理念上来讲 它一斤筋 它善于去用 它壁掉一侧 打开另一侧 然后壁掉阳筋 用阳筋之气来打通阴筋 或者壁掉阴筋来打通阳筋 比喻说 委托性出第二次 这个外形上看不出来 我一做做了一身汗 因为我做是按照要领的做 要是你们学 要是没人讲 像这种动作你看不出来 也不知道我的干嘛 那么在做细节要求的时候 我是要求啊 这两个脚的脚掌啊 向内翻 同时把脚隔要须须的离地 脚隔要离开地面 脚向脚掌的内侧受力 这个意思是关闭阳筋 把外面的阳筋啊 把它关掉了 打开的是阴筋 打开的阴筋 上面的动作 内为阴外为阳 把阴筋打开 把阳筋避掉 避掉了阳筋 它通行是阴筋 上来之后你看撑拉的是哪儿啊 撑拉的是内侧 是阴筋是吧 阳筋避掉 叫封阳开阴 封掉阳筋 开阴筋的意思 再向上 做维托信鼠第三次 这个时候啊 就是封阴开阳筋 这个时候要求呢 脚的外侧落地 脚隔要提起来 这个里边就是运用的 开阴行器 还有像这种也是 避掉一侧 你看避掉这一侧 左侧避掉的 开的是右侧的阳筋 清聋探长 这是干嘛 是避掉了 避掉了一侧 开这一侧 回来之后 再一走 右边就关掉了 开的是左侧 它叫开壁行器 借用 这个阴阳不同的 筋脉之气 打通另一侧 这也是已经锻炼的 又一个特点 那么 它的洗脑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 它要求要精神放松 行医要合医 精神放松 就是要求你 这个注意力啊 要单一 不是要求你 什么都不想来 是不可能的 但是至少是 所有的 这个思维啊 从复杂到简单 我要练功了 相应的 从思维 从复杂 并到简单 就可以了 行 身行 跟意义要合一 是吧 所以啊 我们在基本要求中间 要求大家啊 目视前方 目光要泪寒 那个目光不能露出去 要练功了 我的这个意念呢 都收到自身里边 来保自身的 所有的 行 气 意 要合一的 行 气 外在的呼吸 内在的气的运转 我在这边练着 那个意念都跑了 这不是练气功 那比做操都不如 行 气 要合一的 这叫气功 否则的话 可能你就是一套拳 或者叫一套操 操跟拳 跟气功 不一样 打个拳 可能你想想动作要领 它的这个攻防格斗意义就行了 但是练气功 必须要行气 要合一 第二个呢 呼吸要自然 要贯穿到整个练功中间 都是呼吸自然的 气功 你不是要求要行一 合一吗 怎么要呼吸自然呢 你这个呼吸啊 在整个练功过程中 根据你的这个功力的不同 有的人跟功夫深一点 有的人跟功夫练得浅一点 那呼吸不一样的 那我不能要求哪个动作 你必须要呼吸 哪个动作必须要吸气 当然这个里面呢 做传统功法 它那个呼吸啊 它已经都柔和在整个动作里面的 上举微吸 下落肯定是要呼气的 这是自然的 因为那个肺袍啊 它不会自己去收缩的 它是靠着肌肉 把胸扣拿开 里边负压 它自己就会吸气 那么肌肉一放松 那胸扣又受压一变小 它这个气就自己压出来 所以上吸下呼 开吸合呼 这是基本的呼吸规律 这个不用你去 去想着吸气呼气 不用的 跟那里的动作变化 你的呼吸自然就揉进去了 在一个呼吸 人跟人之间不一样 你个人之间不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体力状况很好 精神又比较集中 这个心情又比较好 那可能呼吸它就很顺畅 非常流畅 呼吸 这个呼吸 每个人 等到你情绪有变化的时候 可能你的呼吸变化也很大 根据你的体力情况 比较累 不一样 那呼吸也会有变化 所以这个 在令宫过程中 要求大家 呼吸要自然 不要有一些 动作的憋气 去使用劲 这个不属于气功的要求 有没有呼吸呢 有的 它是有呼吸要求的 根据你的令宫的 功力的不断加强 你的呼吸会 越来越平稳 越来越细 越来越匀 呼吸的深度 越来越深 这就是一种功夫的体验 那根据你的功力 不断的增长 你的呼吸 你自己会调节的 包括这个称力 调尾式 待会我还做的 你做的时候 那个呼吸 这个一口气 能做几次 或者是一次 做几个呼吸 或者做的功力长 我一口气 能够做一个来回 那那个功夫不到 那可能 做一个动作 可能呼吸好几次 这个根据你的功力的 这个功力的不断的增加 呼吸啊 它是会有变化 这个呢 不在意你去 哪个动作里边 去强调 哪个动作呼 哪个动作吸 你这个千万不要去 有意的加呼吸 这个气功里边 不允许 但是也会有些要求 比如说像 三盘落地 我是要求 大家要发声的 刚命阶段 嗨 那个去啊 是从上往下的 还有一种呼吸方式 大家可以体会 就是像 哈 哈 哈的声音 这个在上交的 肯定是用肺的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哈 哎呀 哎呀 感觉到 哎呀 这个心胸 但是感觉到 不用喊出来 没事的 预备 哈 是吧 这个 这个体会到 这个声音从哪出来的 凶 是吧 再有一种发声事 你看 哼 这样 哼 哼 那个声 看看 声音了 那用力在哪呢 在中交 对吧 在这 哼 那个气在这 再发哈 哈 在哪啊 下单天了吧 对吧 所以三盘落地里边 我们讲的呼吸 是让大家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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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气 到哪了 自己可以试试 那个气在哪个地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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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这种声 这个气 你看大家都体会到吧 那个呼吸不一样 它走的部位不一样 走的经络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叫三盘落地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上交 中交和下交 那么发嗨音 叫二气纷争 这个呼吸之气是向外的 那么内气是向下的 它要 最后三盘落地 落哪了 气呀 要落了胆田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要 刚柔相继 洞悉相随 这也是我们 灵弓中筋的 一个要求 这个 阴晋经也不光是 那种 柔软的 在刚的跟柔的 在阴的跟阳的 它是要阴阳 它是要合一的 它有的动作也发力的 这样 我会不是 这个要跨出去 肯定是用力的 但是它的动作下来以后 它也是非常柔软 就是刚柔相继 洞悉相随 动作 跟呼吸 是相随的 要把这个呼吸 揉到动作里边去 怎么来做呢 意念怎么体验呢 叫 眼随手走 中医人说 目为神之所死 目光啊 是神 是你的思维的一种使者 你肯定是 注意力 啪一想 你眼睛马上就看过去了 在生理学上叫探究反应 探究 它探个究竟的 来那么出 你一群人 我也不看 我老这个想不对的 肯定不会 突然来的一群人 眼睛马上就看过去了 叫目为神之所死 目光为心灵的窗扑 肯定是眼睛看哪儿 眼睛想哪儿 所以在要求中斤呢 要求目随手走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要理 第四个呢 就是要求行绪静静 以人为本 这行绪静静 这个一直要观测 但是令弓中斤一样的 这个一斤筋啊 趁筋把骨 它对人体的韧带啊 它有些要求 有些动作它要坐到位啊 很难的 这很难的动作在韧带要求 包括我们学体育的 可能能做到我这种韧带的 除了练套路那些 韧带比较好的 能做到我这个样子 包括有的静将去运动员 上次我们回来培训也是 好几个我们在毕业了几个静将 那个手都下不去 这个中斤就不能要求 我一教动作 那你必须要做到 做得非常非常 多么多么到位 要行绪静静 要以人为本 那这个基础素质好的 我要求就高一些 基础素质不对的 叫行不到 易到 气功还有一个特点 我行不到 我挨不到地 我意念挨到地 慢慢的拉着 拉到我教过的 七八十岁的 练着练着 那个手都一个个都挨到地上 这个体前驱啊 也是衡量这个人体 生理灵灵的一个指标之一啊 灵灵很大 柔韧性非常好的 叫银体练柔啊 叫倒气练合 是营养平衡 引体练柔 那练功的人他很柔软 肌肉很有弹性的 很柔软的 这个长寿的标志 一个腿像个钢筋棍一样的 头去脚步来啊 那就老太隆重了 所以啊 这个要引体练柔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 行绪静静 要以人为本 易经筋的整个概况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下面呢 把整个易经筋的整个动作 大家看一遍 对整个易经的练习啊 尽力一个完整的概念 好吧 对整个动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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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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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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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